在农场舒适的房子里,绵羊妈妈和她名叫巴蒂的小绵羊正在玩耍。 当绵羊妈妈注意到巴蒂有点脏的时候, 她知道该洗澡了,但巴蒂不喜欢洗澡。 绵羊妈妈说,巴蒂,你该洗泡泡浴了, 它会让你感觉干净舒适。 巴蒂摇摇头说,可是我不喜欢洗澡,妈妈。 羊妈妈回答说,我知道你不喜欢洗澡, 但是这次不一样,这是一种特别的洗澡方式, 会让你感觉到开心和暖洋洋的。 绵羊妈妈去了古仓,带回了一瓶泡泡浴, 她把它倒进浴缸里,加了些温水, 然后她扶住巴蒂进了浴缸。 当巴蒂在泡泡浴中玩耍时, 她注意到,水中有很多泡泡。 她伸手抓了一把泡泡,泡泡爆了, 弄得她鼻子痒痒的。 巴蒂笑了起来,伸手去拿更多的泡泡, 当他们在她周围蹦蹦跳跳时咯咯地笑住。 她在温水中和泡泡嬉戏,感到愉悦,心情舒畅。 她吹着泡泡,看着它们在空中飘走。 巴蒂简直不敢相信她在泡泡浴中玩得多么开心。 洗完澡后,羊妈妈用毛茸茸的毛巾把巴蒂包起来, 给了她一个大大的拥抱。 巴蒂说, 哇,妈妈,那是有史以来最好的泡澡。 我现在喜欢泡泡浴了。 绵羊妈妈笑住说, 我就知道你会喜欢的,巴蒂。 泡泡浴是最好的沐浴方式。 从那天起,巴蒂就开始期待泡泡浴了。 她喜欢玩泡泡,玩完之后感觉干净舒适。 羊妈妈很高兴看到她的小绵羊如此开心和放松。 就这样,绵羊妈妈和巴蒂继续在温馨的农场里玩得开心, 互相照顾,一起享受泡泡浴。